什么动物会下眠 1.蜗牛 蜗牛是一种会下眠的动物 因为它们喜欢温暖饮食的环境 一到高温干旱的季节 蜗牛就会躲在壳内进行下眠避暑 而且此时蜗牛会分泌一种粘液 将壳口封闭起来 以抵御夏季炎热的酷暑 2.黑眉腹蛇 黑眉腹蛇主要分布在中国辽东半岛的南部 这类蛇与其他蛇类不同 不仅会在冬季进入休眠期 就连夏季也要休眠 3.海参 海参是一种全身长满肉刺的动物 主要栖息在海底岩石缝隙中 以及前海底部的泥沙中 具有夏眠的特性 因为夏季光照过强 食物短缺 需要通过休眠来抵御饥饿 4.松鼠 部分地区的花粒鼠和带有斑纹的松鼠 会在夏季来临时将身体蜷缩起来 躺在潮悬内进行夏眠 等枯鼠减消 天气转凉时 它们就会结束夏眠 开始正常的活动 5.其他动物 除了上述4种动物外 还有许多动物会因高温 干旱 食物缺乏等原因进行夏眠 例如草原龟 黄鼠 沙溪 非洲肺鱼 南美肺鱼等 赵瘟